大家好,我叫岛田晴雄,现任公立大学法人,首都大学东京理事长。 今天在这里向各位介绍,我们将启动的一项新的活动。 具体的说,公立大学法人,首都大学东京是一家非常大的法人组织。 拥有两所大学和一所高等专门学校。 首都大学东京,在南大泽有一个大校区,在品川有一所名为产业技术大学的研究生院。 在荒川区和品川区还有产业技术高等专门学校。 这些学校被统称为公立大学法人,首都大学东京集团。 首都大学东京在校生约为九千人,其中两千人是研究生。 大学一共有九个校区,正如各位所知。 东京都设立的最大的综合性大学,就是首都大学东京。 我作为首都大学东京这个集团的理事长,非常希望大家了解这所学校在做什么,有什么特长,有什么特点,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。 为了让各位进一步了解上述情况,我们将每个月至少举办一次这样的影像介绍。 我们即将开始新的活动,这次是向大家打个招呼。 在活动中,我们使用的是日语,同时会推出英语和中文。 因为东京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强的都市之一。 日本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。 同时,日本也是一个离不开,与世界人民共存的国家。 因此,国际交流尤为重要。 有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去海外留学,同时,各种各样的人物,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,也从海外来到日本。 首都大学东京在籍的外国留学生大约有500名。 如大家所知,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语言是英语,其次是中文。 说日语的大概只有日本人吧。 我们大学希望挤身于国际社会,就必须频繁地展开国际交流。 所以,在这个活动中,我们将使用日语、英语和中文。 我想,平时说日语的同学在收听这个节目,如果你有兴趣,也可以同时,也可以在同一个频道收听英文和中文,感受一下英文和中文。 英文播音是我,虽然说得不好,但我想,在一定程度上,还是可以把想要说的传达给大家吧。 虽然我也会说一点中文,但是中文还是交给中国人吧。 中文的内容和我说的基本是一致的。 今后,我们将每月介绍在公立大学法人首都大学东京发生的故事,请大家务必收听。 另外,您想听什么,或者有什么意见及建议,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要求,不断进行改进。 这一次我想说说,首都大学东京即将迎来历史性的变化。 首都大学东京是由东京都建立的大学。 东京都的最高领导人是小池百合子之士。 小池之士对教育非常热心。 他也希望首都大学东京能够变得更好。 今年夏天,小池之士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表示,请多加改革,用改革大学名称的热情来进行改革。 由于改名,目前有各种各样争论。 首都大学东京是14年前定下来的名字,由东京都立大等四个教育机构组成。 东京都立大学是一个非常直接明了的名称。 它表明是由东京都政府建立的大学。 表明它是由东京都立政府建立的大学。 无论是谁听起来都很容易理解。 首都大学东京这个名字不错,但是学生们质疑,为什么首都大学的后面还要加个东京呢? 这个校名有点像私立大学和职业学校似的,从学生那里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。 希望把大学的名称更改得更加明了。 作为大学的工作人员,我认为学生是第一位的,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满足学生的期望。 此时,小池知识说希望我们用改革大学名称的热情进行改革。 我认为小池知识的讲话太及时了。 因为大学是东京都政府建立的,大学的名字不能擅自更改。 东京都政府认为必须改就一定要得到议会的批准,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因此,东京都知识谈起这件事为契机,我们进行了认真探讨和与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流,最后决定更改校名。 从2020年4月起,大学将改名为东京都立大学。 也许有人会说,东京都立大学,听说过,好像很久以前有过,东吉东亨县不是有个叫做东京都立大学的站吗? 也有不少人会回到过去的名字了吗? 也有不少人说,这不又回到过去的名字了吗? 但事实并非如此,我们一直是在向前迈进。 因为学校是东京都政府建立的大学,所以仍然选择了东京都立大学,这个任何人听起来都很简明的名称。 但是正如东京都知识说的那样,改名是一个巨大的改革,名字代表整个身体,因此在新名称下,我们将融入更多的新内容,在一个充满巨变的世界中,面向未来而生。 因此我想在首次活动中将这件事情给大家说一说,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,敬请各位继续期待。 今后,每一次活动都会简明额要地向大家介绍,原来是这样的,原来新大学进行如此大的变革。 感谢观看